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就是说有可能最快在今天之内成态 气象局时日针对北部东北部发布豪大雨特曝 但随着台媒往日本走下半天开始到三十号一整天 雨势趋缓短暂空档 但受准康瑞外围云性影响 加上东北季风南下 北台湾从周一开始下探二十度 中部东部二十二度南部二十三度 北部东半部下周三开始短暂正雨 降雨强度逐渐加强 由雨又偏凉 由于目前各国的模式 对于它在下周三周四之后 来到琉球东南方海面的路径 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 所以在周三以后 它对台湾的影响目前上 还有路径的分歧性 不确定性仍然蛮大的 准康瑞是否影响台湾 下周三是关键期 若成型就是台湾今年一到九月 生成的第二十五个台风 不过前面二十四个台风 不是擦边就是转向 这种记录在历史上出现两次 一九四一年二十多个台风 和一九六四年三十七个台风 都是过而不入 这个金钟罩就是太平洋高压 若太平洋高压范围边缘较小台风 就可能直从日本 台风一靠近 幸运深回避 这一新闻今天是能信 台湾岛